蒜蓉蒸蝦好了 我感覺有點怪 你感覺好像不夠熟 GPT的 來 大家好 我是凱斯基 我是凱哥 我是凱莉 最近大家都知道 就有一個AI 這個像GPT 你不要講GPT對不對 對很紅 真的很紅 然後我們大家都在聊 他能做什麼 有的人拿來做論文 寫報告 查英文 還有人問他股票 那凱莉是主廚啊 如果叫AI 找個食譜出來 做出來的東西 不知道會不會比人還好吃 我覺得 有難度啦 一般家庭主婦可能PK差不多 但是 跟我們這個專業的廚師來講 我覺得應該 還是人人會戰勝AI 我認為 我猜啦 我是廚師嘛 對不對 他畢竟就是教你怎麼煮 但是我覺得很多細節 我覺得應該不會講那麼細 對 那我跟你講 我們馬上 用CHAFGPT 查完之後對不對 大家幾個好朋友 一起試吃 看是AI的比較好吃 還是凱莉的比較好吃 你敢不敢 我一定敢 怎麼會不敢 那你輸怎麼辦 輸的話 包紅包給在場的各位 一萬塊 你的難吃煮的皮 可以 可以 OKOK 是不是大家還要花這個 腸胃去幫你清這個 那假如我煮的比較好吃 假如你煮比較好吃 不是正常的嗎 你剛剛不是說 忍者也就是應該戰勝AI 題目你挑 挑三個 三戰兩勝 第一個 公保雞丁 這是YouTube上大家 外面吃到處都有了吧 第二個 炒蛤蟆 炒蛤蜊 炒蛤蜊好吃 大家都吃過 就比較好評比 比較客觀 第三個 當然都是炒的嘛 我們來一個蒸的 蒜頭蒸蝦子 所以你等一下就照 這個AI列出來的順序 跟它的醬料材料做 對對對 然後你再用你的方式做醬 對不對 GPT列出來的做法跟食材 對 一種 那我用我個人的做法 一種 兩個GPK 我們已經列出來了 這個表 沒想到這個GPT 滿清楚的 很清楚 各位 步驟很多 然後這個金兩寫的真的是很厲害 到時候我們會 丟在這個資訊欄 有點樣子 那我們就照它上面 列出來的食譜跟步驟 我們馬上去馬 回來之後就來 舉行 這個第一屆 人類大戰 這個AI GO 好 各位好 我們現在照這個 GPT 開出來的菜單 我們來採買食材 那現在採買食材 就應該要買安全又健康的食材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這個 江醫師林烏染布局 在中山北路六段210號 這邊有間布局 那GPT有列了一些 雞胸肉阿 蝦子阿 他的食材跟我的食材會有點差距 所以我今天買會買兩份 一個是照GPT做 一個是照我廚師在飯店的時候做 所以到時候做出來看看 我做的好吃還是照GPT做的好吃 Let's go 我們來看食材吧 雞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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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包 兩包 你們雞胸肉都蒸空龍的教育是怎樣 就是保存它的新鮮 因為我在外面看是零烏染布局 它這個 到底是 牆在哪裡 我們現在的產品就是有 這個經過篩選 然後獨屁檢驗 它有重金屬6項 然後荷爾蒙29項 藥物產品有194項 它有農藥跟 代奧西 玻璃連粉 欸 我看到後面有雞蛋 誰說沒有雞蛋阿 因為雞蛋很多阿 那時候雞蛋什麼 分補泥嘛 農藥 對不對 那只有姜醫師的沒有 我還要蝦子 蝦子 對 帶殼的蝦子 那蝦子的話也是檢驗合格 對不對 蝦子是有檢驗甲醛 然後重金屬 然後藥物殘留 農藥殘留 還有大藥心多綠連粉 欸 我跟你講喔 帶藥心跟多綠連粉 就是四季之毒 我聽說以前我們在檢驗這種 類似這種東西 帶藥心多綠連粉不會印 它只要硬個重金屬 硬個兩項 就叫重金屬檢驗 既然我們要做菜 就是要買 安全無魚的食材 我們今天做三道菜 有一道菜是蛤蜊 但是蛤蜊薑是沒有賣 因為蛤蜊好像沒有辦法檢驗 欸 雞蛋 我跟你講我每次要買一盒雞蛋 剛剛是那這邊 我以前剛剛買過好像就是這個價錢 它現在不漲價錢 這是民生用品 而且因為我們的雞蛋 它是吃小麥跟大麥 所以它蛋黃顏色比較淡 我通常聽過江醫師講過說 蛋的顏色好像可以用飼料的色素去味 會吃得很黃 蛋黃很黃 是玉米的 會很黃對不對 所以小麥蛋比較好嗎 今天來這邊採買超讚 你學到好多喔 我們食材買完以後 剩下的這些蔥薑蒜 這就不用特別跟各位介紹了 我們等一下回去煮 就都OK啦 先做第一道菜 蒜蓉蒸蝦 我們這個GBT的內容是說 大蝦八到十隻 蒜末一到兩匙 蔥花紅辣椒 薑末 米酒 生抽 生抽就是醬油 糖 鹽水 輕蔥一兩條 終於來了它有步驟喔 將蝦子洗淨以後 蝦頭用剪刀剪去 然後輕拍幾下 然後將蒜末 蔥花紅辣椒 絲 薑末混合在一起 放入碗中 我現在放碗裡面 然後將米酒 醬油 糖 鹽也加入碗中 辣辣的對不對 辣辣的就是蒜蓉醬 然後把這個醬汁 鋪在 剛剛這個蝦子 他說把頭剪掉嘛 拍一拍 鋪在上面去蒸 蒸多久呢 蒸五到八分鐘 取出來以後 灑上蔥絲就好了 好我們就先用這一道GVT的做法 我來為大家做 那我現在先來調醬 醬末 蒜末 我跟各位講 我們買的是台灣蒜頭 那直接把它壓一下 為什麼壓一下 因為它的皮 這樣會比較好剝 壓好就可以剝了對不對 蒜末 那我現在就開始蒜末 那我們先切一切 媽媽你們在家裡面 剁東西啊 怕太大聲 我教你們就這樣 前後壓 前後壓 壓壓壓 有沒有 那四倍嘛 我們把蒜末再放進去 辣椒絲跟薑末 跟蔥花混在一起 辣椒絲一般我們怎麼切啊 我切一個在 飯店 餐廳會做的 方法 頭去掉嘛 對不對 把它 切一個孔以後 切一個孔 去掉 然後直接再切絲 蔥花呢 我覺得要有綠的跟白的啦 不要都是白的 一般蔥 到底要不要洗啊 你問這問題很好 假如說你要洗的話 就是當天要煮掉 冰冰箱 你不管你怎麼保存 冰個兩三千就爛了 我可以這樣切啊 你可以看蔥戶外面嗎 來 你可以看上面嗎 可以 可以看後面嗎 你先 看後面 走 沒辦法了 這個蔥花 最怕刀子不利 很容易爛掉 所以蔥花切以後 就不要像剛剛那樣子用 纖維破壞了 然後會痠 蔥會痠 好蔥花 進去 OK 米酒生抽糖 鹽 加入碗中 攪拌 其實也不差啦 調好醬以後啊 把蝦子上去塗抹這些醬 了解 繼續蒸 蝦子的頭要剪掉 洗乾淨 然後再用刀子拍一拍 可能讓它好入味 我猜得好 最後它好說 切點蔥絲 灑上去 蔥絲 通常很難切 但是我教大家七個蔥絲的切法 就是 把這白色的地方切出來以後 你用刀子 一開二 變成兩片對不對 這樣直接 切 絲 接下來是要做我的 我 凱莉本人的蒜蓉家 今天剛好可以順便教你們 怎麼做蒜蓉醬 那GP的蒜蓉醬我真的覺得 我不以置評 那我接下來做的這個蒜蓉醬 我只要蒜頭 蒜蓉多一點 我等一下要去炒 一半生蒜 一半熟蒜 去mix 在一起 然後讓它熟成 大家可能一吃半解 我等一下做給大家看 但是麻煩的是說 我買來的蒜頭啊 要像剛剛那樣切蒜 全部都先切碎 切碎以後 要去煮 蒜頭先把它剝皮 切碎的動作先把它做完 那第二個步驟 要洗 用點水 把它表面這個 你看是黏黏的有沒有 稍微沖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把它 餅乾 我跟各位講啊 這是私傳蒜蓉醬 其實我今天特別在YouTube看 做蒜蓉醬 沒有一個人這樣做 那這個蒜蓉醬我認為是 打發所有蒜蓉醬 有一個很重要一點喔 你油太多的話啊 你那個蒜蓉的味道 就會稀釋在油裡面 油就沒有那個香味 就稀釋掉了 所以油要下多少也很重要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蒸這道蝦子 GPD是要7分鐘對不對 那我們要剖開來 那蝦子就很快就熟了 而且這醬蓉式的蝦子 好吃又新鮮 我有醃的話大概蒸3分鐘 蒜蓉蒸蝦好了 我感覺 你感覺好像不夠熟 我們再繼續加強一下 LATEL GPD的 來 因為它有加醬油 那我的是沒有的 我的蒜蓉醬 純粹就是吃蒜蓉的 好 等一下試吃 我先放我的下去蒸 好吃耶 那蝦很...很新鮮 等一下賣很好 這樣吃了 它這個蝦子真的好吃 我吃蝦子不剝殼 真的好吃 這個沒有加醬油 沒有醬油 就是鹽巴 我再拍一下完勝 我跟你講真的 你贏 第一戰你贏了 你看這個蒜頭 我連這個蒜頭一起吃 你有辦法連蒜頭一大火吃嗎 只有我們大將 凱式的蒜蓉醬可以做到 蒜蓉醬好好吃喔 真的好吃 來來來吃 各位我跟你講 不公商 要蒜蓉醬能下面留言 蒜蓉蒸蝦第一戰 凱莉獲勝 要蒜蓉醬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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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聽你講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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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ings 點個心理 點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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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魂